1月17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提问道 赖清德称,想要与中国政府重新开启对话 请问国台办对此持合态度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开展沟通对话 否则任何对话交往都无从谈起 赖清德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 赖清德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实现与大陆对话的目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合同可能性已丧失 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从陈兵华的表态来看 大陆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依旧是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与此同时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炉的那一刻起 有不少的人感到失望 预感到台海局势可能会骤变 可是为何大陆的立场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第一,岛内的台独势力只是蚂蚱 无论蹦跶的有多欢也陷不起什么大浪 美国干涉势力是台独背后的靠山 才是大陆值得重视的一方 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炉后 拜登第一时间表态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相当于给赖清德套上了紧箍咒 赖清德只能乖乖听话 听从拜登的命令 只要美国继续不支持台湾独立 赖清德就没有胆量突破红线 去年11月15日 中美高层在旧金山会晤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 并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方提出这个要求 说明手里有筹码 由于美国实现利益交换的可能 如果中美能顺利完成利益交换 两岸合同的可能性将随之增加 第二 看问题要看本质 赖清德之所以能上台 主要是支持他的选民多 大陆要实现和平统一 需要了解台湾民众支持赖清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中 经济是主要原因之一 台湾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 人均收入高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要改变岛内民众的想法 一方面大陆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高居民收入 另一方面实施穷台战略 削弱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 从今年1月1日起 大陆已经终止了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 12个税务进口产品的关税优惠措施 此外 有关部门正在依据ACFAN相关条款 以及有关政策等 研究进一步采取 终止ACF中的关税减让等措施 台湾地区每年从大陆赚走1500亿美元 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 当大陆不再让利后 台湾地区的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 当台湾民众的自身利益受损 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将减弱 这能进一步加快合同进程 本来是一步了 每年由于各地区的血量 均等于一步加快派 大陆不再让我们资格回来 有关键的血量 对台湾地区的血量 感谢观看